欢迎收听日工配信 冬田翔先生,请您听到广播后到服务台 您的球迷们在等您 欢迎收听第46集的日工配信 是的,就如同节目一开头的寻人广播一样 球迷们都在等着冬田翔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我记得昨天的比赛 这个招谎巨蛋的观众席也开始有球迷 开始制作海报 上面写的冬田翔我们在等你回来 当然上一集也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中天翔 为什么今年状况真的不是很好 打击绝不掉 有些数字上的分享 今天我想留到节目的后面 再来针对中天翔这一阵子的近况 有一些我收集了一些资讯 跟大家来分享 节目这个礼拜就从5月24号开始 礼拜一 当然球队没有比赛要准备交流战 但是有一个以前在日本火腿的选手 他的最新消息就是中春胜 因为之前的话他本来是去澳洲的职棒打球 但是因为我记得好像球季就结束了 因为短短的 后来又经由介绍到了墨西哥联盟 刚好新球队 他的局员以前是日本火腿的洋头 这个Mendoza 他新工作就是到墨西哥联盟新的球队当局员 所以他就也知道中春胜刚好现在已经不在日本火腿了 就把他找去墨西哥联盟投球 在这个日本时间的23号 5月23号 是这个球队的开幕的第二站 他们派出了中春胜当先发投手 有投一个5局被打4支安打 投了3个保送 还有3个三阵 但还有队友打击的大力帮忙 所以最后这场比赛14比7大胜 中春胜就拿到了他去墨西哥的第一胜 然后这个球队后面在一场比赛 隔天的在一场比赛也赢 所以他们变成一个开幕三连胜 一个星球队在他们墨西哥联盟就有一个好彩头 直接打了一个开幕三连胜 好像他们的应该有分区 文章上面是写北部地区的这个 那个时候是排名第一名 开幕三连胜三连胜 因为其实看中春胜这一阵子 比如在澳洲或是到墨西哥联盟 他有时候也会在他IG分享一些他投球的影片 什么的 我自己感觉好像球数比那时候在日本火腿还要来得快 有时候我就有看到好像147左右的球数都有 痴心妄想 如果这一两年在外面世界各个地方继续为了棒球努力 但是其实也都保持的不错的身手 甚至更有进步 比如在球数上或是变化球控球什么 会不会有一天又把他牵回来 这也是蛮有趣的蛮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再来5月25号礼拜二 这个消息也是之前有一集有跟大家分享 结果没过多久球团就有发表消息 然后就是姬野优野 之前就有日本网友发现 他好像是不是有要转头手 因为在二军的这个练习场里面 都有看到他在牛棚投球的身影 在这一天日本媒体就写出来了 球团这边正式宣布姬野优野 要从外野手转头手 因为他去年本来是接到战利外通知 但是后来利用玉城选手 把他继续又牵下来 春训的时候 其实他下半身的状况不是很好 有点受伤的情况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训练 甚至是出赛 那刚好就这一段期间 这个球团又有再次问了他这个投球 要不要当投手 有没有这个意愿 那这一次姬野优野就思考了很久 最后决定答应 决定答应球团的这个建议 要来尝试当投手 那这一阵子其实就像日本网友发现了 因为答应球团之后 其实就开始做一些为了要当投手的准备 但因为这个下半身的状况 还不是到完完全全的恢复 所以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他投球 其实就只是一个比如说先做做 这个投球知识的确认 或者是一些调整而已 还不是很完完全全的投入训练 所以目前来讲 球团的规划是希望六月中 六月中的时候看有没有可能 安排他在二军的球场 二军的比赛 先出来试试看 但前面的话要在二军的比赛出来 他还有一个规划就是 会让他现在练习的时候去当为球投手 先从为球投手开始 如果OK的话 再找二军的比赛让他出来投 那目前超过140公里 他超过 那二军的监督 原田监督受访的时候有说 他说他也蛮看好的 蛮看好基野优野的 如果练起来的话 他认为基野优野可以有150公里球速的能力 那他也知道 现在基野优野就是全力的 因为已经决定要当转让投手了 全力的在这个投手的练习上 花了自己很多的心力在上面 那当然媒体也会去问 比如说牧田优夫 因为刚好现在牧田优夫是二军的综合兼投手教练 然后那个时候牧田优夫在基野优野被选进来的那一年 他还是在当GM的助理的那一段期间 所以多少也有跟一些选秀的东西 他自己也有参与到 那牧田优夫受访的时候就说 其实那个时候会指明基野优野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上他的这个传球的臂力 传球的臂力主要是看上他的这个 那他认为决定转头头其实不是坏事 如果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个优点 那或许他真的有可能是一个投手的料 投手的料 那那个还有比如说媒体也有写 因为野手转头手毕竟在日本职报来说 真的例子不算很多 头手去转野手的很多 甚至日本火腿最成功的案例 大家一定都知道密警迦南 当初也是我记得也是算第一指名 我记得自由权吧第一指名 也是类似 就是那一年的第一个选进来的 可是那时候他是投手 但是后来一次投不出太好的成绩 控球不是很好 球数有但是控球不好 所以转野手 然后很成功打得也很好 那野手转头手其实报道里是写 他是举一个大联盟投手的例子 这可能也要稍微 稍微看大联盟比较久一点的 才可能会对这个投手比较有影响 他是过去曾经在教室队的守护神 他的生涯有601次救援成功 就是那个Hoffman 他当初进大联盟的时候 就是野手 后来才转投手 而且转的非常成功 甚至你不只教室 甚至在美国职报历史上 他都是一个甚至你要讲 传说等级的closer的那种案例 所以报道里面大概是这样提到 意思说既有也有倍率 速度也有可能会投出不错的球 当然还不知道 日本猴腿最后会把它定位在 比如先方还是中级还是后援 这都还很早的事 现在谈根本不太可能 那我有去查了一下 想办法尽量查 在日本职棒过去的历史上 在日本职棒过去的历史上 有哪一些野手转投手的选手 真的不多 第一个我发现的是嘉世民红 这大概也是1999几年的那时候的选手 后来再晚一点点 又有一个叫金春文昭 再来还有一个叫迪元存 迪元存曾经在日本火队一年 后来又去洋乐多 还有一个应该大家就都有印象 就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张义 这四个选手比较算是野手转投手 然后也有出赛 因为可能也有一些是最后可能也没出赛的可能有 那查得到的有出赛的 野手转投手 我查到的有这四个 那也很巧合 这四个选手都是欧利斯的 在他们野手转投手的那一年都是在欧利斯 当然你说年份来讲蛮远的 因为你说前面第一个提到的嘉世民 还是大概1999几年 金春文昭大概2000年初期那时候 迪元存就稍微再晚一点点 可是中后来就都没有了 一直到前几年的张义 只是应该算巧合 巧合都是欧利斯 他们那时候都是欧利斯的选手 那另外的话 这个栗山监督也有被访问 又被访问 就是他在这个隔一天 在明治神工球场要准备对杨乐多的赛前 日本媒体记者也有问到这个冠宇 基也优也要转投手 离生建筑的看法 那利恩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就知道这件事 因为球团里面怎么规划心理都知道 他说其实从很久以前 这个球团或是他里面心理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那当然过去的这段期间 甚至曾经有想要问问基也优也 二刀流的可能性 那也都一直会去跟他说一下说 有机会的话要不要在牛棚偷偷看啊 他这种话都有 那当然利善教授自己也知道 要当二刀流 要从事二刀流这个选手啊 很困难 你在光练习你就很难了 因为你练的就要比别人多一倍 你除了这样野手之外 你还要去练投手的东西 那所以说着说着 其实也没有到很认真的去 说一定要让基也优也 二刀流或什么 就是弄到后来其实反正就是 先让他专心当外野手这样 直到了这一次 那毕竟有一点来到了那个 职棒生涯的交叉点了 因为如果没有转投手 其实我觉得已经算很危险了 因为毕竟已经是从原本支配下来的选手 变成御神选手了 那外野手又在 以日本火车来说这个位置 人才真的很多 选手的量很多 你要再串出来 真的也没那么容易 那转投手或许是一个 换怎么说 一线生机的感觉 再拼这最后一次了 那所以 第三阶段自己本身是觉得 他觉得没问题 就是再挑战 挑战投手这条路 是真的可以一试 试试看的 另外他也有提到 他知道基也优也的球 真的很不错 投球很强劲 他也是跟慕田优夫 说的差不多 如果把这个优点好好的利用的话 是真的一个可以期待的投手 好 好 那 聊聊比赛的这一天 交流战的第一场 在明治神功球场 对杨乐多 赛前有这个一军的升将 高冰佑仁跟老蛇羊炮 那个 RolliRodrigates 上一军 那下二军的是 望月大西跟通孔龙之界 对 然后那 因为前面的节目有提到 交流战开始的时候 因为没有DH 在这个央联组场的时候 没有DH 那外野手 李山监督会 怎么排 那这一天 左外野 一样还是西川雅辉 中间手50番亮态 右外野是黄波龙 那对方 杨乐多派出来的是 金九宝优斗 是一个年轻的右头手 目前第一场 这个安排 大概感觉是这个样子 好 那最后比数是4比2 日本火腿赢了 上哲子智拿到第4胜 三仆仁大眼 拿到第10次的救援成功 可以聊一下 就是现在聊王波龙 这一场比赛是第三局的时候 打了一个40安打 第一分 帮球队首开记录 那其实这一分 也是今年12球团的交流战 的第一分 我稍微 刚好手机在刷的时候 瞄到一下 因为王波龙打 把第一分打回来的时候 其他 除了广岛跟西武没有打 其他四场比赛都还是0比0 所以王波龙打今年交流战里面的第一分 还有他自己被访问的时候 还有说就是因为交流战的第一场 无论如何都想要帮球队引下来 所以他能打这个限制得点的这一分回来 他觉得真的心里很高兴 另外当然也有这个比赛中 因为日本直报蛮常有的就是 比如你在比赛中打拳雷打 或是打第一分打点 或是比如先发投手 偷玩五局六局被换下来 有时候镜头都会照到广报 因为广报除了我跟郝晓常介绍的高山先生之外 其实他有很多人 他编组里面 比如高山先生是广报的头头 他下面可能就有四五个也是广报的职员 有时候就会看到广报的职员 他就会靠到比如刚被换下来的头手 或是野手旁边 可能就是要稍微替 要采访的这些日本记者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打一支圈里打回来 日本记者就想问 请问你刚刚打的那个是什么球 什么什么这样子 但王伯隆打第一分打点回来 也被问了一定诸如此类的问题 那里面就有提到说 他有想到说 就是打这支恩打 是靠谷内 靠谷内神拜的建议的感觉 那其实日本媒体 因为日本媒体没有办法直接问 你一定得靠广报进去帮他们问 广报问到了再出来跟日本媒体讲 那日本媒体听到 广报这样讲的话就照写 所以那时候比赛中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认出 怎么会王伯隆突然讲 就是能打这支台姆利 多少都是靠了这个股内的帮忙 股内学长的帮忙 大家觉得 因为股内以前是杨乐多的选手 后来才 我记得也是交易吧 来到日本 又不会是因为 他本来就有杨乐多的选手 对杨乐多的情报 比较熟啊什么的 有给他一些什么建议 结果后来没有 因为单单就只是因为 那时候广报在问王伯隆的时候 刚好股内亮泰在他前面 那股内有跟他打pass 所以你跟他讲 就是靠我的啦 你跟广报讲靠我 都是我的帮忙 所以这一个有趣的消息 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 只是单纯一个开玩笑的感觉 那这一场比赛还有 Roddy Rodríguez 终于打出他在日本一军的 一军的第一支安打 一支左外野的滚地安打 终于他说 好不容易打了 来到日本的第一支安打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日子 他其实晚上睡不着 一直打不出第一支安打 困扰自己 困扰到晚上睡不着 终于这一天来了 心里很高兴 终于打出第一支安打了 另外还有 五十番亮态 单场也是两安打 而且他毕竟今年是新人的身份 第一次打交流战 在日本活着队子上新人选手 在第一次打交流战的第一场比赛 就有两支安打的表现 上一个人是大鼓翔饼 不仅让人觉得 五十番亮态期待度很高 而且后面的表现 大家有看比赛都知道 大家就觉得 以后五十番亮态 会不会就固定是 日本活着第一棒好像也不错 另外上车子子一定要再聊一下 他投了一个六局 被打三安打只是一分 也拿到第四胜 是他自己今年球季连续四连胜的意思 四连胜 也帮助球队在第一场的交流战就胜利 他自己被访问 赛后被访问 他说其实这一天他整体来说 然后状况并没有到很好 主要是直球 直球比较没有办法就是 想要投到哪就投到哪 会有一点点没那么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稍微改变 跟补手讨论之下 稍微改变 他拥有的所有球种 在这场比赛都去试 希望可以稍微盖一下 不要让对方选手 太容易就发现 他今天直球状况不好 反正多用一些变化球去演示一下 交叉配合一下 但结果是好的 所以他也感谢清水优心的领导 另外还有就是 这场比赛因为也投了一个六局 只是一分又是一场优质先发 等于是他从4月10号以来 连续7次的登板都是优质先发 果然是球队上目前最稳定的投手之一了 再来5月26号 这个交流战的第二场 洋乐多派出田口立斗 中场是3比4 输一分 隐恨 白战斗走是加藤贵子 然后 Lonely Roderickes 终于即前一场 先打一支安打之后 这一场打了一支全雷打 来到日本的第一支全雷打 先来聊一下加藤好了 因为加藤这天的表现又走中 而且走的是让大家更意外 至少我那天晚上看职棒的新闻的时候 球评刚好也是讲到这一块 因为大家知道加藤就是 过去的一些资料或是表现上 他第一局很会投 很稳很容易就可以进入比赛的状况 这一天反而颠倒 他第一局就被打爆了 第一局就狂失三分毛记得 加藤自己是说 这一场比赛 就是这一开头的时候 就失分 他觉得给球队添了很多麻烦 这是他要好好反省的地方 跟原来大家习惯的他 习惯表现出来的他不太一样 历山坚图是说 他觉得情有可原 他觉得说毕竟明智成功球场的投球球 对加藤规则来讲 本来就不是常常会去投的球场 所以不习惯的地方多少有 他觉得加藤也尽量的在不习惯的感觉下 也尽量的去把自己的投球投好了 所以他觉得加藤规则表现可以接受 那当然也知道发现可能因为不习惯 或是怎么样 一直没有办法把自己好的那一点投出来 所以这一天第三监督子也说 他就有比较早开始换投的策略 因为你再让他继续投下去 可能也只会一直不习惯 表现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扭转 所以他就这一场比赛 单就这一场比赛 他就决定他要早一点开始换投 另外这一天的比赛 第六局的时候 连续五场休息的竞争间界出来带打 其实赛前日本记者是说 其实赛前那一天就有看到 就是从热身开始 竞争间界就是一路都参与 所有的练习所有的menu菜单都参加 那当然最后是带打的时候 打了一个中外野飞球 但后来也有去守右外野 第三件都是说 因为这一阵子 这个守的状况不是很好 让他好好休息 那这段期间他的观察 还有跟靖腾聊天的结果 他觉得OK了 靖腾自己也觉得自己OK了 可以上场比赛了 所以就先从这一场比赛 让他带打试看看 而且甚至已经讲明隔天的比赛 三连战的第三场 靖腾自己也就会回到先发的阵容里面 访问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这一场比赛王伯龙没有出赛 取而代之的先发的外野手 但中外野跟左野也是一样 西川跟五十番 右外野这一天的先发是大田太四 但那个时候 因为后来消息过了几天才知道 那一天 因为毕竟我自己的解读是 因为对方左头 先发拍一个诱打的大田 好像也说了过去 好 再来到了5月27号 三连战的最后一场 2比5输球 这一天先发投手是池田荣英 六局被打五安打 三个三振三个保送 13分可是智责分只有一分 这个历山见度赛后 他是说其实这一天比如说有 有些失误啊 造成这个池田失分啊 他认为他自己要向这个池田荣英 道个歉 因为野手啊 就是打者啊 都其实没有太帮忙 比如打的分数也不够多 还有甚至在手背上造成失分 这些不该丢的分丢掉了 让池田荣英突然拜託 他觉得他要来跟池田说声不好意思 道歉 有看到一些资料 池田荣英其实在这阵子 在日本网友 有时候都会叫他池田大先生 那大先生不是 我们想的那个先生小姐 大先生他的主要意思是 也是老师的意思啊 因为他其实来到日本火腿之后 几乎每一次的先发都算很稳定 那又日本网友整理了 比如他来到这边第一次先发 3月28的时候5局13分 4月6号的时候5.2局14分 这两场是算比较多的 那后面其实就有6局11分 7局11分 7局12分的 5月9号头比较短 4.2局12分 5月20头6局11分 到这一次5月27也是头6局11分 但是其实队友给他的援護 替他打的分数真的都不多 比如说这12345678 8场的先发里面 有3场 1分援護都没有 0分没有援護 那有一场只帮他打1分 有2场打2分 2场打3分 最多就3分 他打3分的这2场 日本火腿最后都胜利 那磁点人力的2胜 也就是 队友如果可以帮他打3分 他那一场就胜头 打2分的那2场 还是拜托 但即是记在他身上 有时候就是像这场比赛一样 队友的失误或什么的害的 那你更不用提打1分的 跟1分都没援護的 打1分的那一天是平手 那援護是0分的那3场 日本火腿都是输 也是也是 后面也没有帮他打平 或追平 帮他解套都没有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磁点龙音先发的时候 其实援護不多 很辛苦 投胎很辛苦 另外这一场比赛 还有50万两胎 还是持续有好表现 又打了比如台姆利 还有单场三安打 来到职棒的第一次的蒙打赏 但有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觉得 毕竟50万两代以前 在中央大学 他是打东都大学联盟 东都大学联盟利用的球场也是 是明智神工球长 所以这三场他都连续先发 当中央大学联盟利用的 其实可能 因为历山教授 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方案 只是我们自己想 毕竟他对这个球场很熟悉 我记得还有一球 中央大学联盟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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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推一直推 就是推到中央大学 墙前截杀重要的飞球 50番狼台在这场比赛 也有一种这样子的手臂表现 大家觉得50番手中央大学 真的有那个样子 另外静腾间接 也要稍微聊一下 虽然前面上一场比赛 结束的时候 他自己甚至离山监督受访的时候 都觉得没问题 只是这场比赛 在中间我记得也是有看到 我记得也是有一球要 本来要挥棒 但是可能想要急刹车 不挥的时候 又看到他那个右手腕 应该是还是会痛 因为挥棒的动作 你要中间急停 你一定是要靠手腕的力量 把那个棒子停下来 所以这个施力的时候 原本痛的地方又复发 或许本来就没有完完全全好 然后可能比较好个气霸 他觉得可以上场比赛了 可是一坐急刹车急停的动作 可能又痛了这样 这场比赛王伯隆有带打 但是没有先发 再来5月28号 要换了 三连战打完了 变成交流战的第二个系列 要对中日 这一天先发是伊藤大海 早上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有趣的新闻 也是跟伊藤大海有关的 他说其实今年以来 因为几乎都一直在伊藤大海 从开幕之后就一直在伊藤大海 也跟着球队到处去比赛 去远征 所以其实这一段期间 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他没来过的新的地方 他都会跟这些前辈学长们问 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好吃的餐厅 好吃的餐厅 什么菜都可以 这样你们觉得好吃 都请告诉我 当然他知道 因为现在球队有规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都不能出去外面吃 他说没关系 那我就当作我只是先收集资料 未来如果疫情趋缓了 这个规定比较放宽了 可以出去吃了 那这一些学长建议 我可以去吃吃看的餐厅 我再来一个一个去帮他们吃看看 虽然现在还不能去 但是我就先当作收集资料 这也蛮好玩的 看来伊藤大海也是一个爱美食的选手 那比赛的话 10比1大胜中日 在这个第一场比赛 在主场伊藤大海先发7局 被打4只安打5次的三振 只失1分 只用了97球 那这一场打击 因为得10分 这个先发的9个人 全部都有安打 那单场日本部队是16只安打 是第二次 在今年球技有16只安打 得10分 得10分 我觉得也是第二次 聊一下 英雄等一下再来聊 好了 我想要聊一下林木箭矢 因为他27号的时候被拉上来一军 这一天28号有出来投球 投了一局 然后一个三振 但如果眼尖的朋友们可能发现 他的投球动作稍微不一样 因为之前我就有看到 颜本勉的YouTuber 他曾经做了一个影片 因为他说他那次刚好去 二军当球评 日本火腿的比赛 所以他刚好看到了 林木箭矢的投球动作 不一样了 那时候其实他就有分享 只是这一次是真的上来一军了 也在一军的球场 正式看到他这个新的 说你要讲新的投球动作 因为过去他投球动作 在set的时候 就是要准备球放进 这个投球手套 要停一下的这个动作 他会故意把手套举很高 然后才开始做他的投球动作 右侧头这样 这一次下去 上一次下去二军之后 他开始的新的尝试是 他手不要抬那么高了 那个准备动作不要抬那么高了 就是跟一般投球都一样 就是放在大概腰带的附近 手要投球结束 手就伸进去 把球抓好 那就开始投球 主要那时候 炎本棉的影片里面 他有提到 他觉得这样子的尝试 他自己觉得 林木箭矢的控球 会比过去 就是准备动作 手套摆很高 好像很怪的那种感觉 会来得更好 因为整个投球动作更简洁了 没有那些 你要说类似有点多余的动作 或许当初的想法不是多余 当初想法就是想要用怪的投球动作 来擾乱打者的节奏 这次上一次下去二军之后 可能想法改变了 我也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我就很单纯 正常差不多腰带放在这腰带附近 投球就投球 一来控球改变 所以也比较可以投到 补手要的位置 因为过去有的球 比如说 补手可能想要外脚 但是投出去 反而有点偏红中 或是内脚甚至偏高 然后就被打圈内打 你能不能免得说 新的投球动作 对林木箭矢的控球上 应该可以改善蛮多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 大家可以一起来观察 新的投球动作 右侧头 因为毕竟 日本或者现在正中 右侧头的投手 也几乎没有 大概只有林木箭矢 秋吉亮勉强也算 秋吉亮也算 只是他今年都 感觉一直没有给他机会上一军 虽然他二军 我觉得他投的还OK 目前看来一直没有上一军的机会 大概只有林木箭矢了吧 这一场的英雄 两位要聊一下 第一个高兵诱人 单场山安打猛大赏 职棒生涯第一次 打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第一次的猛大赏 就跟之前一样 我的想法 跟之前我的想法一样 当初把他降成玉城 真的有点欺负他 他真的其实还是有一军选手的能力 他当然要加油的地方还很多 只是 还好他当初没有就这样放弃了 又变成支配下 现在甚至在中天翔不在的时候 他又能首一壘 打击目前看起来也不错 最近状况很好 另外伊藤大海另外一个英雄 因为这是他在主场的第一胜 除了感觉很高兴之外 他觉得也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 毕竟北海道是他的老家 另外我觉得后面 后面他还有记者问的问题 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最好还是从他自己的嘴巴说出来 因为他说 其实这个主场的第一胜 其实就像 接下来伊藤大海的故事 要正式开始了 他自己也给自己一个目标 期许也好 除了高兴之外 他的目标就是 他绝对要成为日本火腿的王牌 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下去 因为这个是那时候 那一天在英雄访问台的时候被问的 那时候其实立山监督已经进去他的监督室了 在监督室里面有电视的 应该是透过电视看到的 他说居然讲这样的话很不错 很有 对自己很有信心 这样子 他觉得 他会帮忙 伊藤大海 既然有这个目标 他会监督的立场 他会尽他的能力 帮忙他 那当然还有石川亮也有被提到 因为毕竟他那一天跟伊藤大海搭配 也搭配的不错 也有记取 在前一次先发 比较投的没那么好的教训 这一场就是尽量多用直球 也把伊藤大海的长处多利用 那这个荒木大福多多教练也有说 他说这场比赛其实就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头发才是 比较适合伊藤大海的 跟打者胜负的时候也比较有气势 那当然这个有的东西 其实荒木大福觉得说 但比如冷静 然后或者是那个投球出来的表现 其实蛮多地方其实都不像一个新人 然后比如很冷静 或者是很稳定 比较像那种老经验的投手 在能够投出来的表现 他觉得这是伊藤大海很 进入职棒以来 一直都能维持一个不错的表现的原因 然后比赛的话 还有栗山监督也有被问 他说他自己觉得这场比赛 是终于在经典球季 投手跟打者互相配合 最好的一场 因为毕竟大比分胜利 他觉得是第一场 今年第一场 终于打线跟投手合得很好 尤其把中日的大野熊大 能够从他手上拿到蛮多分数的 比如杜鞭亮的安打 什么什么的 这场比赛几乎该拿的分数都能拿到 他很像加加加加 也有个十分 所以他觉得是终于有一场磨合的最好的 这场比赛王伯隆没有出赛 大家也是应该蛮多人都很失望的 甚至也开始有问号出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怎么有连续这么多场 四场了吧 三场四场的都还没出来 这样 好 再来5月29 跟中日的第二场4比7输了 Bahnheken先发6又3分之0局 等于第6局有上来 但是被打安打 然后就被换下去了 44分 王伯隆这一场比赛有出来代打 打了一个2分打点的追平20安打 把比数我记得搬成4比4 那当然赛后王伯隆就说 就是这个打的球感 这一天打到这个球的感觉真的很好 不管如何 因为德点圈有跑者的机会 能够打出追平比数的安打 心里很高兴 日本媒体后面的报道里面就写出来了 他说最近没有 就是连续的四场都没有先发的原因 主要是在上一个对战组合 跟杨乐多打的时候 有那个自打球打到自己的右脚 所以球团这边就考量 考量他被自打球打到的地方 不要恶化 痛是一定跑不掉的 就是因为很痛 也不要说忍着伤痛 又一直出来比赛 所以过去这几天都没有让他先发 甚至有的没有出赛 希望目标就是能够尽早恢复 至少不痛了 或是可能发炎的地方 偶尖的地方消了 这样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在一个比较OK 完美的情况下再恢复出赛 当然这一阵子 其实就看到很多台湾媒体的标题 看了有时候就是摇头的感觉 比如说 我想在板凳上看烟火 类似这样的我印象里 指的就是 因为球队10比1赢球 打欠大发挥 每一个人都打安打 但是好像都跟王普隆没关系 所以他就类似用了这种 在板凳上看烟火 另外大概比较常看到的是 什么又被冰了 什么什么的 所以 因为但毕竟 我们台湾媒体是真的都没有人派 记者是跟着日本火腿的 所以有的消息 其实 他们的消息来源 其实跟我们已经都一样了 都只能看 从网路上看 日本记者写出来的报道 那当然 日本记者没有写 我们当然就不太可能知道 原来这阵子没出来 是因为自打球打到了右脚 但是 好吧 为了点击率吧 板凳上看烟火 什么什么又被冰 所以好吧 尽量 我就尽量忍耐 当做视而不见 因为你说每次看到被冰 其实 会觉得 当然去年有很多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候 那时候第三监督 或是什么的没有派亚出来 当然也有过这个时期是没有错 但是以这一次结果来看 原来这一次这几场没出来是因为有受伤 不方便 不要让伤势恶化 所以休息 那只要没出来几场连续几场之后 我以为又被冰这次演就会出来 所以有时候觉得当球团也蛮难的 保护选手没让他出赛也被写 你又兵他 你又兵他什么的 以前 也有选手 刚好就是在球队在争 季后赛或是太平洋联盟优胜的那一段期间 希望选手忍着痛出赛 忍着忍着 最后在台湾也是被写出来 类似那种血汗工厂 受伤了也不让他休息 之类之类的 所以真的 球团也是很难 也不是说球团做的都是对的 因为你有的选手真的受伤了 该休息的 你其实还是要让他休息 可能那时候的局势 球团希望再拼一下 毕竟那个时候也是不可或缺的战力 那现在王伯隆这个Case 因为怕他伤势太严重 所以让他休息 结果也是在台湾也写到 北冰啊 什么什么的 也是 五眼 这一场比赛我看还有什么 高冰诱人又连续打安打 连续两场比赛都有打点 这也是 就是让球迷 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 至少可以放心 在中阵香 没什么消息的情况下 高冰诱人能够跳出来 然后把一蕾收好 我记得也有 有不错的 有时候有不错的手臂的表现 这也是欣慰的地方 所以让他有一点快要熬出头了 尤其看到比如说第一棒浅尖 第二棒高冰诱人 这两个过去都是很冰高校的同学 同一年的 一个打第一棒一个打第二棒 这个感觉 我自己觉得蛮好的 很欣慰的感觉 这两个选手终于 在一军有先发的机会 但是这场比赛有个点 我想来聊一下 或许节目时间会拖更长 但是聊一下 这也是跟日工之友 常常会来传讯息跟我聊天的朋友 那天我们在聊天室里面 就两个人的对话里面聊到 比如说那一局第五局 那时候日本活的还输一分 可是中日的这个美金晃大 在那一局一开始 连8颗坏球保送了清水优心 跟50番 变成一二雷有人 清水再二雷 50番再一雷 我觉得这没有正确答案 因为其实再来换高冰诱人打了 高冰诱人其实打击状况 在这阵子真的也很不错 那只是从 当天比赛的这些选手的动作看来 其实第一球投出去 清水就有离蕾了 对不对 但是要回二雷的时候 因为没有点 回二雷的时候 好像脚有稍微扭到了一下 稍微还有去治疗了一下 其实从这个第一个球投出去 清水就这样 跑多一点 然后再赶快回二雷 就看得出来 其实日本活的那时候的战术 就是 因为前面当然美金已经连8个坏球了 那日本活的想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至少这一局要追平 因为无人数局一二雷 所以这个战术大概就是 好球踩点坏球不点 那这个好球踩点坏球不点 有时候蛮难的就是 可能比如说清水游行 他在美金的后面 他看这颗球好像可以点 所以他会多跑一点点 但是高冰有的人觉得是坏球 所以他不点 就会在这个中间 那你二雷跑来就会比较辛苦 因为你觉得他会点 你就要多跑一点 因为不然你起跑太慢 也有可能会死在三雷前 所以你多跑一两步的结果 就是你要赶快回二雷 但从这几球看来 日本活的战术其实都没有换 即使一路到了 那时候高冰选到了一好三坏了 那刚好下一球 这个美金又投了一个 红中的球来了 高冰就很确实的 把这个触及战术做好 送上二三雷 所以结局看也是这样 就是战术从头到尾都没有变 就是好球才要点 坏球不点 那另外好 送上二三雷之后 刚好要换到第三棒 西川姚辉 第四棒 敬腾尖戒 所以中日这边就换头走 换了这个桥本右术13号 然后在中日背13号 绝对是寄予厚望的 因为这过去是严奈人计的背号 一样桥本右术就是一个左投手 那滑球超犀利的那一种 当然我记得塔资棒才第二年 但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 但是中日球团愿意给他背13号 其实就是对他有很大的厚望 然后很看好他的未来 然后结局就是我们看到西川姚辉 还有敬腾尖戒 你大概可以直接说就是被桥本的滑球课的死死的 那当然我那时候我自己觉得如果监督敢一点的话 勇气敢勇气多一点 我是换个说法 比如鬼灵精怪一点 因为这当然很难 因为毕竟是换到西川姚辉 跟金人金杰 这是对上很重要的打者 有没有那个勇气 或者是鬼灵精怪的idea 我来换一个诱打者 来对付桥本看看 因为那时候牺牲一个出局数送上个三类 如果你的想法又是我至少在这一局里面 先把比数办成3比3 换个诱打者 会不会来对付桥本的时候会比较好 因为我也没有去查什么数据 但是我单单觉得 是以5月27号 其实桥本他在去福岡 中日去福岡跟卵银打的比赛 27号这天他有出来 很凑巧 不凑巧 这绝对是安排 那一场比赛他出来投的时候 刚好遇到软银的345磅 丽媛、柳田、中春晃 通通拙打者 他那一天也是把丽媛、柳田、中春晃 压得实实的 丽媛我记得也是三球就三振 柳田又花了几球 那也是被那个滑球困扰得很惨 都打不太到 因为那变化太犀利了 而且到很后面突然 用很大的幅度转去外角 对佐大哲来讲 中春晃我记得那两颗是 有点颠倒 反而投直球 让中春晃 没到好打成二壘滚球 所以其实 从资料上来看 其实你看连 至少但我没有全部的资料 我单单这样看 你说丽媛、临时、柳田 尤其在太平洋联盟 甚至你要讲整个日本职棒 也算得上是 程度比较好的佐大哲了 威力比较强的佐大哲了 那他们遇到这个桥本优素 其实还是都会被他的滑球困惑 毕竟对战的机会很少 那我前面也讲这没有对错 因为毕竟西川雅惠跟竞争界 也是日本活得很重要的打者 所以没有换代打也是可以理解 只是我自己会在那边妄想 拼看看 看你要选哪一个的时机换代 正常来讲 应该在西川雅惠的那个case 就要换代打 我就要换一个诱打 如果是我的话 拼看看 没成功结局也是一样 因为这一天最后 就是桥本优素成功压制的西川跟竞藤 没失分过关 所以这有趣 这个有时候 比如大家一起看比赛的时候 边看边讨论 也是另一种观赛的乐趣 5月30号 礼拜天 这一场比赛 早上 早上 应该差不多中午了 早上中午 快中午 传来一个消息 让人家看的也是丢了一下 只是在俄军的消息 因为这一天本来俄军是要出发 去神奈川县的品种球场 跟DNA 进行俄军的例行赛 结果还没开打前 突然就宣布中止 这场比赛不打了 原因是日本火队 从自己的俄军这边出发 去品种球场的时候 有一位选手发烧了 有发烧的情况 他就跟球团讲 球团跟DNA球团这边讨论之后 日本火队这边是评估 因为少了这个选手 可能打比赛的话会有点困难 所以两边讨论的结果决定 把这场比赛终止 同时也不会有补赛 就越怕 毕竟这个节骨眼 有发烧的情况 大家都很错 日本火队之前就自己先感染一波了 上个礼拜比如说广岛 西武也开始游了 大家都很怕 所以有发烧的情况 大家都应该都很愿意 不打没关系 不要打 安全 不要再做很懒 最重要 然后球团也有发表就是 后来就把所有俄军的选手 不管你有没有去 有去品种球场的 或者是留守在自己俄军球场的这些 总共有73个选手 不管监督、教练、球员、工作人员 在俄军的 73个人后来通通去做PCR的检查 通通去做 然后到了晚上 结果出来 还好 全部的人都是阴性 包括发烧的选手 因为他没有写是谁 包括发烧的选手战略 总共73个人通通都阴性 所以应该可以讲 稍微可以放心一点点 当然后面还会怎样 还要再观察 至少第一个PCR检查 第一次的PCR检查完 还是阴性 但我觉得后续一定还会再检查 可能隔个几天 要再请这73个再去做检查 回到一军的比赛 1比3输给中日 先发是阿林 阿林这一场比赛就没有像 上一个礼拜 在礼拜天的时候那么稳 虽然搭配的一样 还是荷刚胜野 所以有时候选手的状况 或者是什么的 毕竟没有办法一模一样 所以你更可以体会出那种 很稳定的选手 或是很稳定的投手 那个要维持那么稳定 有多难 尤其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就这几颗比较尸头 然后比如被Bichetto冒到的话 拳内打就失分了 不容易 输了这场比赛 日本火腿等于是连续5个对战组合 其实都是败多胜少 这个借金等于就是败场减胜场 已经来到了11 等于输的场次比胜的场次多到11 这是今年球季最多的情况 过去到10是最多 输了这一场已经变成11 那对于这个苦境 指挥官 立山监督 他自己是觉得 比如说在礼拜天的比赛 他自己觉得很容易 每一个主力选手 都没有办法在这一天 把自己最好的表现表现出来 他自己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情况 几乎在礼拜天 每一个人打的表现都不好 所以在礼拜天其实也 几乎都没赢球 只有上礼拜赢了第一次 上上礼拜赢了第一次 5月30这一次 这一天就又输了 这样 那当然这不能当做什么借口 然后所以每一个选手 每一个人都还是要继续的努力 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他也相信所有的选手 一定都会有调整回来的那一天 节目的最后就来聊一下 前面一开始要聊的 只是有点故意 留到最后再来慢慢讲 钟田祥的故事 最近的我收集的一些情报 因为一开始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日本网友 他开玩笑的 他写了一个告示 他就请大家找找迷失的小孩 这个人是北海道日本火腿的钟田祥 他32岁 请大家帮忙找找看他在哪里 我就看到一个日本网友这样写 就觉得很有趣 我自己的观察 5月17号 钟田祥被抹消一军登陆之后 有很长的一段期间 其实 比如说 一般这种主力选手 尤其是这种翅膀不可或缺的 有一些虽然他抹消了一军登陆 可是他其实是跟着一军的球队 他其实有球团没有要安排他去二军 他就是不登陆不能出赛 但是他也是跟着一军在移动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赛前的热身 甚至练习的时候 有时候你还是会看到他出现 尤其热身的时候做体操那种 但是都没有 也都没有看到 日本记者什么的 在照片里面也没有人提到 那二军的出赛当然也都没有 没有一场二军的比赛 你有看到终点香出赛的 都没有 完全都没消息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都没有人拍到 或是日本记者也没有人讲 这样子 那有一些 常常去日本火腿 二军看的球迷 有几位都会 他们应该都有蛮不错的摄影器材 都会带着这些照相机去拍 拍选手的照片 什么什么的 那这一阵子以来 我自己的观察 也都没有人拍到 比如周内祥在二军球场出现的照片 所以这阵子 其实日本媒体也会 稍微比较八卦一点点的 那些日本媒体也开始会写作文 比如说有的就写 以他们的资料来源显示 比如可能某日本火腿OB 他说这一次其实是 中天祥自己主动要去二军的 那也有一些 他其实可能都在杂谎 他哪里也没有去 可能把他解释成 球人就是让他去休息 你就好好休息 你也不用跟一军 你也不用去二军之类的 那另外还有的就是写到 我是不是这样子就 感觉好像要把他交易出去了 因为也没有让他去二军比赛 一军也没看到人 那因为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有的时候 当一些明星选手等级 你打到有名气了 如果你不是因为受伤的情况 然后突然被球团抹消一军登陆 或是你把他讲成下二军 这些稍微八卦的日本媒体 很容易就会开始写 那这个选手 是不是要被当成交易筹码了 那举个例子 大家这一两年最 最常看到的名字 就是小林陈思 巨人队的捕手 他这个传言大概也传了一年多了 那他这一年多以来 当然偶尔还是会去一军 但是后来又被放去二军 那其实 这样的传闻 其实八卦一点点的日本媒体 不会放过 所以当然也可想而知 写重点详是会被交易 这东西当然 对他们来讲 当然也是要写 但有没有 我们不知道 只是八卦的日本媒体 所以不会放过这一块 那后来到了5月29 就有一点点消息出来的 也不能讲消息 就有一些动静 这个日本媒体 在5月29号的赛前 有问了栗山监督 那问题就是 周年祥因为状况不好 什么什么的 抹消了一军的登陆 那问栗山监督说 如果周年祥要回一军的话 那可能他有什么条件 就是比如调整到什么程度 或是做到什么样的事的时候 你才会让他回来一军 结果栗山监督的回答也蛮有趣的 耐人寻味 这个要解读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读 大家听听看 栗山监督跟日本记者说 他说如果要说的话 可能要花5个小时 要花5个小时 要吗 要不要来听 那日文媒体就说 5个小时 他在日文媒体不是说啦 日文媒体在这个报导里面 后面写 5个小时未免也太长了吧 这样 当然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是真的愿意花这5个小时去听栗山监督到底要怎么讲 那我自己看完这个 这个报导没有很长短短的 那我的想法是 栗山监督其实就是没有要讲 所以才故意跟日本媒体讲 你要我讲的话 我可能要你要听我讲5个小时 你要来听吗 但日本记者是说 他的最后一句话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花5个小时讲 我如果真的很想知道的话 我是会抱着这个觉醒觉悟去听的 我自己的结果是 第三个就是 他意思就是没有要讲 好给你一个软钉子 让你打退堂鼓的意思 你也不要来问我了 你要来问我 我要讲我要讲5小时 你真的要来吗 那同一天的晚上 这个盐本免 日本媒体的OB 他在他的YouTube频道 他发了一个主题 就是大概类似 担心钟田翔的影片 这样 所以我就 5月29那天看到 我就马上点了 想要看看 盐本免怎么看这件事情 里面盐本免是有提到的 他说这一阵子当然 钟田翔在二军 比如说下二军 都没有在二军比赛 好像也都没有他的消息 什么什么的 他自己其实也有点担心 真的有点担心 他很担心 主要是担心 钟田翔心理层面的那一面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说他以球团OB的立场 毕竟认识钟田翔也好多年了 再怎么说 就算不是学长学弟的关系 至少也是个朋友 我们认识也很多年了 他说他就是用这样很简单的立场 他有传了一个讯息 问钟田翔 他传了说 如果没有你 这个球队就不像FITUS 前面可能讲 这不能算问题 就传了一句讯息给钟田翔 这个讯息就是 如果没有你 没有你再一军 这个球队就不像日本货队 不像FITUS 他说钟田翔也回的很简单 就仅仅传了一个 然后警探号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钟田翔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其他的话 颜本本当然在影片里面有提到 他说其实因为他现在是 也有球兵的身份在 基于职业道德 虽然他是日本火腿的OB 或是钟田翔的朋友 甚至你要讲学长 他自己知道以球兵的身份 他其实不应该去多问钟田翔 比如说你这阵子到底怎么了 到底什么原因你这次被下核军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一次问一次问 他说以他自己的身份来讲 他也不应该问那么多 甚至问了那么多 有一点点触犯到了这种不明文的规定 一定你要问一些更多的问题 类似到访问的感觉了 你正常的管道是要跟球团申请 就是跟球团广报这边申请 然后才帮你安排时间 然后问 你私底下这样一直东问西问 东问西问 言文明自己是说 他没有要这样子做 他只是很淡淡去有点关心他一下 跟他讲一下加油 因为球队还是需要你 球迷也在等你回来 钟田翔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传了一个 嗨 是 我知道 这样那种感觉 这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不知道的人 或者不知道那么多的人 他其实都还是会想要知道 到底为什么 可是该忍的还是要忍 那终于 然后接下来最重要的来了 终于5月30号的时候 就是二军要去品种球场 远征 去神奈川县远征 当然远征不是所有选手都去 有一些就是留守在二军球场 你还是要乖乖去练球 我记得推特上日本球迷拍到的照片 蛮多的 投手占大多数 比如生田木逸 还有看到什么 上元健泰 还有 还有谁 忘了 手帕王子好像也有 后来就看到一张照片 哎呦 姬野优野跟钟田翔走在一起 钟田翔还拖着 他的球具的大袋子 像行李箱的感觉 拖着大袋子这样 拖着他的球具 要进球场练球 所以至少我们终于 终于有一点点新的消息 就是在5月30号的时候 钟田翔人是在二军的球场 然后也有练球 这是我这阵子一路观察下来的发现 终于 因为前面我大概真的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 但我想过他应该哪里都没去 因为你二军也没看到他 一军也没看到他 大概就是一个 我自己猜的就是给他一个放空的时间 你哪里都不要去 什么都不要想 棒球的东西都不要想那种感觉 终于在5月30有球迷派到 他出现在二军球场的照片 然后当然什么时候回军 不知道很难讲 那也很凑巧 这个6月1号开始 6月1号礼拜二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等于就是6月1号2号3号 日本火腿是要去广岛跟广岛队比赛 那终点香的老家就是在广岛 对 过去我记得 比如交流站刚好也遇到这样子 要去广岛比赛的时候 终点香还会招待很多很多人 去他家吃东西 对 吃饭的那种感觉 终点香的妈妈准备好多好多菜 这样啊 我记得那大股产品什么的都有去 那时候我记得媒体都有报导 哎呀这个可能至少我看两年一次吧 因为我记得现在交流站都是一年我去你那里打 隔一年就是你来我的主场打那种感觉 那再去广岛比赛 现在来讲应该是两年才会遇到一次 这个6月1号又要到了 会不会利用这个chance这个节骨眼 让重点香回到一军 希望 也毕竟球迷大家都在等 你到底在哪里 这样啊什么时候会毁一军 毕竟这个球队没有你在 真的就不像日本货队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最近没有看到他在那边打球 有一点失落感 好像真的人生的生活里面 没有到人生啊 生活里面少了一点什么 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当然疫情在台湾也还是蛮严峻的 大家还是要记得 该戴口罩的戴口罩 该消毒洗手的喷酒精的都要消毒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回到正规的生活 好那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